同学们,老师们,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旭月谈的极客片 今天是anti环球型的第五期 今天是22年的9月14号,星期三 首先,我感谢一下首都医科大学的朱进霞,朱教授 给我提出了非常中肯而宝贵的意见 把咱们的片头,让大家一眼能够看到它的每一期之间的区别 当然,后续,公司的人会给做一些另外的加工 也会更加的美观一些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进行MT的环球型 来到葡萄牙的Joseph Fischer的实验室 前两天我们欣赏了他在Nature上的一个工作 主要是就配子和卵子融合激活过程中的这个钙离子 向内进行流动 这样一个实际上 很多人,很多科学家基于过去的研究呢 都知道会有这么个现象 但是呢,他呢 及时利用了这个Fischer上微色技术 并且结合着当时激光工具胶的内部测量 钙离子升高的 这个等于是把这两项当时比较前沿的技术呢 结合起来以后 对于这个现象 大家几乎都可以预测和预知道的现象 用这两项前沿的技术呢 加以证明 从而呢 就是把这个科学呢 也往前推进了一步 所以能够在国际上的这个顶级期刊吧 能够发表 那么今天呢 我们再欣赏一篇白子鱼非洲教授的 发表在Science上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它的中文题目呢 就叫是类骨氨酸受体基因 在植物化分管中形成钙离子通道 并且呢 这种通道的活性呢 受到磁蕊的地 四氨酸的调节 这篇文章 那么我们来分别的看一看 它这篇文章的亮点是什么 实际上它这篇文章的亮点 最大的亮点就一个 就是说在植物中啊 也存在着 类似于动物一样的 基于氨基酸的这种 介导的物质的这种神经信号的转导 因为过去的人们只是说 这个氨基酸嘛 比如像骨氨酸呀 是作为神经 动物的神经 传导介质 那么在植物中是否存在呢 实际上 至少是没有定论 那么它通过这篇工作呢 等于把这个结论呢 往前推动了一大步 这也是能在三月市场发表的 我认为是最主要的原因吧 那么我们有必要 稍微解剖一下 它后边的这篇文章的逻辑 它的逻辑实际上也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都知道 这个细胞 这个融质内的 游离的钙离子的升高 就跟它上一篇的工作 有一起同工的地方 就是它的 比如说一手经也好 或者说某些个 像我过去曾经给大家介绍的 比如虫的一咬 它这个细胞内部呢 都会有这个钙离子的 这个信号的升高 就是细胞质 细胞内部的 游离的这些个钙离子 所以呢 这是就是说对所有的真核细胞 基本上它都是 这是非常保守的一种信号的传导机制 就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 那么它的逻辑就是说 如果我在植物中也能够证明 这个氨基酸能够和这种钙离子的运输 比如负责钙离子运输的这种钙离子的通道 是直接相关的 以及这个钙离子的通道 它的活性 它的生理的活动 是受到什么呀 这个氨基酸的调节的 那么按照这个逻辑 它就证明了 它就是在植物中的确存在 类似于动物一样的 靠氨基酸借导的这种神经 类似于这种神经的这种信号传导机制 类似于动物里的这种神经传导机制 所以它的逻辑也是非常简单 那么为了证明这个亮点 那么它应用了哪些个工具呢 在这里显然非常微信技术 是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还有呢 应用了这个全细胞的抹圈钳 去证明这个整体的细胞水平的 这个整体电流的这个情况 另外当然这个分子生物学 基因翘楚 还有一些个West Blood 就是这个这些个 还有形态学者观察 那就要靠什么呢 靠这个激光工具胶 靠这个激光工具胶来 这个完成啊 这些方面的工作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个细小的一些个技术 但主要是这几个方面的技术 实际上这几个方面技术 现在咱们国人呢 都是掌握的相当不错的 那么它基于这些个 基于这个它要说明的这个亮点 后边的逻辑 以及使用的工具 那么它的结果呢 体现在整个五复图 五复这个图 第一个呢 就是说全细胞的 钙粒子的流 第二个呢 这个震荡 那就要靠磨片钳 是吧 然后形态就要靠 比如说激光工具胶啊 等等其他的染色的办法 当然这个顶端的流入仍然要依靠这个非随伤维的技术啊 那么酸酸啊 这个要这个的 市价呢 会增加这个 钙粒子 内部的钙粒子的这个升高啊 这就是它的另外一个这个逻辑啊 或者假设啊 这个呢 就离不开激光工具胶了啊 另外这个形态学生的观察观察呀 等等啊 也离不开这个显微技术啊 好 呃 时间关系呢 呃 我们明天来跟大家呢 逐一的来呃 剖析它这几幅图啊 的这个结果啊 好 明天见